HELLO 大家好,我是BON! 事隔了一個多月呢,終於要來跟你們分享了這次的淘寶購物們了 因為即將要入秋天嘛,所以我買了很多的外套還有一些T恤、背心、裙子、褲子 以及一些飾品們,將近20樣的東西要來跟你們分享 那這次我買的東西呢,我都超級滿意、超級喜歡 就是迫不期待趕快想要拍影片跟你們分享了 所以我們話不多說,趕快來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呢,先從T恤開始,因為我這次一共買了三件的T恤 那我們先從最便宜的開始,就是我身上的這一件 我身上這件T恤啊,那時候活動買只要22塊人民幣 就是大概一百零多塊出頭的價錢,很便宜 那它這件的設計呢,就是做這樣子黑色的烤鞭設計 今年其實非常流行這種設計,就是帶有點那種70年代的復古感 那我那時候看到這件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配色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是有那種紅色藍色,然後白底配上黑滾邊的設計 我就覺得帶有點個性 長度其實有點短,我知道它是短板上衣 但沒想要收到的時候,它是這麼短的一件 就是卡在我腰部中間 但是我覺得它拿來配那種高腰的牛仔褲 就還蠻可愛的 材質的部分呢,其實我覺得這件還蠻舒服蠻輕膚的 而且它是帶有一點點的彈性 所以整體來講,以22塊人民幣來講的話呢 這件真的超級值得購買 你想要帶有點俏皮,然後可愛活潑感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件短板上衣,就是還蠻可愛的 那第二件呢,也是一件滾邊設計的T恤 這次我在逛淘寶的時候,看到這種滾邊設計 就是很吸引我 所以我就買了兩件 這件T恤啊,是這次買的三件T恤裡面呢 材質最好、最舒服 然後最有彈性的一件 它的材質真的是超級舒服 那時候穿的時候就 完全不想脫下來了 那這件T恤的設計,它就是紅色的滾邊設計 搭配中間的一圈英文字母 但其實中間這一圈就是看不懂是什麼英文字母 不過看起來就是還是蠻可愛的,所以我就買了 這件其實我買比較大一點,它是M號 那假如說你喜歡比較合身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穿S號 這件材質真的是超級舒服 你對T恤的材質很挑剔的朋友 你可以試試看這件,你一定會喜歡 像這種白色T恤其實是最怕透膚的 但這件它其實是有一點厚度的 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會有透膚的問題 其實像這件跟我第一件介紹的這件 其實它們其實都不太會透 那這件是比較偏有一點米白色的感覺 那這件就真的是純白,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兩件T恤我真的都很推薦 CP值很高 因為像這件好像只要47塊人民幣吧 就價格都很便宜 然後整體不管是材質還是設計 都表現得還不錯的T恤 最後一件是一件比較寬鬆 然後boyfriend寬大版的T恤 那這件T恤它是做有點落肩的設計 但是它不會到很下面 所以穿起來不會讓你有整個肩膀往下墜的感覺 中間的圖案就是一個非常童趣的這個狗狗在上面 就超級可愛的 就穿的時候就有種好像瞬間變年輕的感覺 但它這件的材質是這三件裡面比較偏薄一點的材質 所以裡面穿深色內衣的時候 可能要小心它會有點透膚 不過整體穿起來它也是還蠻輕膚蠻舒服的 其實我那時候不是要買這件T恤 就是誤打誤撞結帳結到這件 但幸好收到就是還蠻喜歡的 那像這種大T恤啊 我覺得穿高鋪紮紮裡面就很好看 就是顏色很百搭的這種體 接下來就是我最喜歡的背心系列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穿背心 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幾乎每一部影片的那個 裡面穿的衣服都是背心 首先第一件要跟你們分享的 就是我身上這件白色的背心 這件背心呢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肩膀的部分 它肩膀這邊是做有點扭提的設計 讓整體背心加分蠻多的 搭配的是像這種琥珀配色的扣子 看起來就比較日系一點 那像這種白色的背心最怕透膚 然後或是透出內衣的顏色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它這件是 給你們看一下 它是這樣兩層的設計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而且它的布料呢 也是很舒服的那種布料 然後又透氣又輕膚 夏天真的就是要用一件這種白色的背心 因為它就是很好搭 你下半身不管是要搭裙子啊 或是搭褲子都可以 就是依照你自己的喜歡來去搭 第二件呢是一件平口設計的細肩袋背心 然後它的設計其實還蠻簡單的 但是有一些小地方我覺得很加分 像是它肩袋的部分呢 它是可以做調節的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來去調整 像我今天就是把它拉比較高 就會比較保守一點 那假如說你想要低胸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來去做調整 接下來第二點我覺得很棒的設計 是你們看這邊側邊的設計 它是非常修飾你的腹乳的 你凸出來的地方 它全部幫你包住 就是一款超級修飾腹乳的配心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呢 它的材質也是很舒服 它採用的是一個叫做天絲麻 就是麻料的 因為有一些麻料會渣嘛 但是這件麻料完全不會渣 超級舒服超級輕膚 然後呢也是很透氣的一款背心 像夏天穿這種麻料背心 真的就是很適合 因為真的很涼 而且它也是兩層的設計 你們看 用料也是很扎實的這種背心 這件我也是還蠻推薦的 因為肩袋可以調這一點呢 就已經非常的加分 然後呢因為我想說已經要9月了 所以我就買了兩件寶場袖 想說9月中應該可以穿 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鐵袖紅的薄長袖 這件薄長袖它的領子其實做的比較寬大 所以我就習慣性把它拉成側邊 露一點小相間的感覺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後面呢 是做大蛙背的設計 你假如說不敢露前面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露一下背 也還蠻性感的 今天的材質呢我覺得也是很舒服 你們看彈性也是超級大的 那像這種鐵袖紅啊 我覺得穿在身上就是非常顯白 然後也很襯你的膚色 這件上衣啊跟這件T恤是同一家買的 我覺得他們家上衣材質真的很好 因為這件也就是真的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其實CP值還蠻高的 價錢不會到很高 但是整體的表現我覺得收到都是很滿意 第二件呢是我最近一直都超想買的 這種杏色奶茶色的這種薄的透視針織衫 你看它真的很薄 像現在的天氣你直接穿它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裡面搭配的是一件黑色的內衣 假如說你不敢穿內衣的話 你可以穿那種白色的細肩帶背心也可以 像這種針織衫我就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你的領口一定要夠寬大 可以拉成鞋截 第二個重點就是袖子一定要夠長 這樣你整體的那個慵懶感 才會比較百分之百的完全發揮 那像這款的顏色我覺得很好看 它是有點杏色奶茶色的感覺 就很適合現在的天氣 像韓國其實真的很流行這種透視的衣服 然後裡面直接搭配內衣 就是有點性感 然後又有點知性的感覺 這種針織衫我覺得是秋天必備的單品 你們可以考慮看看 那這件的材質其實我覺得沒有到非常的好 會有一點點微微的粗蛋不會紮皮膚 然後手這邊收邊的部分 我覺得收的比較粗糙一點 不過整體來講以它的價格 我覺得它穿起來效果 我覺得我已經很滿意了 然後拍到起來真的是超級好 接下來是下半身的部分 我買了一件裙子跟一件褲子 那我先講一下我這件上衣搭配的褲子 是這件灰棕色的褲子 這個顏色我覺得它很特別 你看的時候會覺得 欸它到底是灰色還是綠色還是咖啡色啊 就會有點搞不清 但它其實就是那個顏色的綜合體 就是非常特別的一個顏色 其實我當初是想要買灰色的西裝褲 但是我發現純灰色看起來好像比較老氣 然後我就看到了這一款 這一款的材質呢 非常的扎實 然後很厚 就是你一路穿到冬天都沒有問題 然後版型我覺得也是很挺 穿起來就是很俐落的那種感覺 它前方呢是有做像這樣子的打折設計 但是我覺得它的打折設計 是打折得剛剛的好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打折太大 會讓你屁股怎麼會有放大效果 但是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穿起來是非常的修身的 後面呢有兩個這個口袋 但它這個是假口袋 這一款我覺得它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它上半不是沒有做扣子的 它是直接是做這樣拉鈴的設計 但是我穿的時候 發現它其實不會掉下來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前面是這樣 不會開開的所以還OK 那整體來講 這件褲子呢我很推薦 因為它的版型真的很棒 然後顏色呢也很好看 這件我真的是超級喜歡它 顏色的部分其實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它其實很好擔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一件咖啡色的褲子就可以了 第二件呢是一件比較偏向均綠色的花包裙 它這一款的花包裙的長度呢 濕落在小腿下面 這個長度我很喜歡 然後前方呢是做有點開叉的設計 所以走路的時候會有點飄逸的感覺 然後上半部它有做一個這個袋子的設計 就是你可以去調整腰部的那個寬鬆程度 這件裙子其實我收到的時候它有一點色差 其實它照片是深綠色 但我收到的時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比較偏向亮一點均綠色的感覺 它的材質是比較偏向那種綿麻的感覺 是軟軟的 然後呢它這一款比較薄 你們看一下 所以要小心 這件裙子其實我覺得穿起來那個效果很喜歡 但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剛有說它腰部是可以做調整的嘛 但它這個布呢非常的不牢固 譬如說我現在把它調到高腰的程度 然後把它拉得很緊 可是呢我走路走一走它就會掉下來 就是整個裙子會比較往下掉一點點 就會離開那個高腰的程度了 不過總體來講 我覺得這件裙子也是蠻適合秋天的 然後穿起來整體效果也還不錯的一款裙子 接下來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兩件的真織洋裝 其實秋天呢真的是很適合穿真織洋裝 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買一下真織洋裝 第一件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一件黑色的真織洋裝 它是做這樣細件帶的V0設計 那整體的版型是比較寬鬆 那長度呢也是比較長一點的那種設計 其實當初呢我是要買藏青色 就是深藍色 但不知道什麼出貨就變黑色 真的是超級傻眼的 那這件真織背心呢是我那種非常喜歡的V0設計 因為會比較修飾臉型 但是呢我覺得這件的材質 它有一點點微微的粗 就是你坐著的時候屁股壓久 屁股就會有點癢癢刺刺的感覺 然後呢它這邊會有一點點透光 就是材質比較偏薄一點 但也不至於說會看到你的內衣啊 或是內褲的顏色這個還好 不過總體來講 我覺得這一款真的是我覺得比較 嗯...還好的一款 就是材質我沒有到那麼的喜歡 可是穿起來效果我覺得還OK啦 還不錯 第二件呢是一件粗肩帶的針織背心 那這一款的顏色我覺得很特別很好看 它是一種木草那種淺綠色的感覺 非常的耐看 然後也很適合秋天 它這邊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是它肩帶的部分是做比較粗 然後V0的部分是做比較小的 所以看起來整體呢會比較優雅一點 這一款的針織的布料它就很舒服 然後你看也是有點微微的彈性 然後呢是非常的扎實 不會有那種透光透膚的問題 不過這件洋裝我覺得它的版型 穿起來比較偏有點合身 它會比較貼我的臀部 但其實我不太喜歡這種太貼臀的裙子 因為會讓我的臀部的那個曲線 讓大家看到 因為我屁股很大嘛 所以我不太喜歡穿這種太貼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應該是我size選錯 那時候假如說去選M號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那這一款它還有一個很漂亮的灰藍色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件質感真的還不錯 然後穿起來就是很氣質的那種感覺 但就是我屁股太大了 嗯...好可惜喔 接下來要跟你們分享外套的部分 那現在其實天氣變冷了嘛 晚上會比較涼 外套呢就是必備的單品 那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三款的外套 首先第一款是今年非常流行的這種短版外套 其實我從來沒有嘗試過這麼短的外套 但沒想到一試就中 超好看 這件呢它的設計也是做像這樣短版的設計 但是你們可以看一下喔 它的腰部的部分其實是做有點收腰的感覺 所以會讓你整體是包起來的 袖子的部分它也是比較偏寬大 但是袖口也是有縮口的設計 然後後面的部分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它是做一排的扣 這些扣是真的可以打開的不是假的 這個地方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顏色的部分是比較偏向這種刷白一點的牛仔布 很像水洗感 所以我覺得它穿起來是比較有個性 然後比較偏男孩感的 但是又加上它的這個短版設計 又會多一點可愛的感覺 這款的扣子我覺得也很特別 它是做像這樣子完全純金的設計 有點古銅金的感覺 質感呢非常的好 這件穿起來真的超級好看的 你們看到拍照的時候就可以這樣拉側邊 這樣有沒有 酷酷帥帥的感覺 這件真的超級好看 而且它的挺度我覺得非常的棒 就是你看它是很挺的那種布料 然後厚薄度也剛剛好 裡面的整個車線啊裁縫啊 都非常的精緻細緻 那我今天這件呢搭配的是長陽裝 我覺得長陽裝非常適合搭配這種短版外套 因為讓你整個人看起來層次感會比較強烈一點 這件呢我覺得真的是超級的推薦 不過呢它剛收到的時候會有一個那個 牛仔味 就是你需要曬個一兩天 讓味道散去之後才可以穿 這件真的是大推特推 你們一定要去買一下 這件真的超好看 這款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一件乳白色的牛仔外套 假如說以前呢都穿藍色穿膩的話呢 可以試試看這種乳白色的牛仔外套 今年也是很流行 這款顧料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雖然說它是乳白色 但其實上面會有一些 小小黑黑的點點 會有一點無印良品風格的感覺 這是它布料的特色 然後它的版型是做比較寬大 Oversize 的感覺 你們可以看一下 除了自己可以穿呢 也可以分弟弟啊 或是男友穿都可以 這件的裁縫呢我覺得非常的細緻 就是收編都收得很好 質感呢也是很好的一款外套 然後它一共有六個口袋 超級多 上面一個 然後側邊一個 裡面呢還有一個內袋 就是超級多口袋的 扣子的部分它也是用像這樣 有點微琥珀的感覺 這扣子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整體來講我覺得這款外套 它的質感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不管是裁縫啊 還是布料材質等等 我覺得非常的棒 你們穿膩的牛仔外套 可以試試看這種白色的 我很推薦 最後一件呢 是一件棉麻的西裝外套 那像這種棉麻的西裝外套 在春天跟秋天都很流行 就是很必備的一種單品 那我這次選的呢 是一件就是杏色 給你們進去看一下它的材質 它的材質呢 是這種杏色為基里 然後會有一點條紋的 交叉的那種感覺 這款的袖子啊 我覺得它做的比較短 所以我乾脆就把它折起來 變得比較俐落一點的那種感覺 它材質的部分 我覺得有一點點微微的扎 像我試我裡面穿背心 然後穿這件就會覺得 欸 好像有點刺刺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材質 並不是那麼的細緻 但是它的版型跟整體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像是裡面穿的比較修型 外面就可以搭一件這種西裝外套 整體就會看起來 成熟紋重的感覺會比較重一點 假如說裡面是搭小洋裝的話 搭這種西裝外套呢 也是非常的適合 像現在這種天氣啊 就是沒有太冷沒有太熱 穿這種棉麻材質的外套 就還蠻適合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它材質真的不是那麼的柔軟 最後呢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飾品的部分 我這次買到的飾品 我覺得質感也都還不錯 第一款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耳朵上面的這一個 它是三個圈圈圈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用穿三個耳洞 直接就可以戴一起了 很方便 它是一個金色金屬的色 它的份量感還蠻重蠻扎實 但不會說戴到耳朵上面覺得很重這樣啦 就還可以接受的程度 這款我覺得戴上去其實還蠻個性的 然後質感也非常好的一款 第二款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這一個木頭的兩個圈圈的耳環 其實像我們這種短頭髮 就很適合戴這種比較有長度的耳環 這樣你頭髮放下來才看得到 這款非常非常的輕 它是那種木頭片的設計 給你們看一下 但是這一款我覺得比較不好的地方 是它的這個頭的地方 是做這樣有一點彎彎的設計 我覺得有一點不好穿進去的洞裡面 除此之外我覺得這款做很夏天 很可愛 第三款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比較低調一點的耳環 它是像這樣子 方形的小小的 很低調的這種耳環 它裡面是做像這樣有一點 竹邊的設計 就是今年夏天很流行的這種元素 那其實像這種耳環 就是你不知道要戴什麼耳環 然後又不想太累贅的話 戴這種就非常適合 就是小小的一個 我覺得也還蠻氣質的 這款我覺得蠻喜歡的 然後呢接下來是這個 又是比較誇張型的耳環 它這個呢是做像這樣子 花瓣型的 經典很流行這種花瓣耳環 它戴上去的感覺呢 就會很大一片 你看像這樣 存在感非常強烈 那像夏天啊 那種穿洋裝配這個耳環 就很適合 其實這種耳環 還有很多樣子 像是比較透明一點 壓克力啊 然後有黃色啊 紅色啊 等等很多顏色很鮮豔 然後我覺得戴起來就是 也很好看 這個質感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說它是塑膠 但看起來不會有那種廉價的感覺 最後一款要跟你們分享的是一款 我覺得很氣質的耳環 給你們看一下 它是做有一點點霧面筋的感覺 不像我耳朵現在這個那麼的亮眼 但是這一款呢我覺得戴起來 非常的氣質 而且它雖然說看起來好像有點一般 但其實呢它是做有一點 不規則感覺的 所以我覺得這款也蠻特別的 這家耳環的質感呢真的非常的好 有那種含糊的耳環的感覺 這家是我會想要再回購的耳環店家 以上呢就是這次的淘寶分享 真的講了非常的多 都有點口感舌燥的感覺了 那我前面有幾套搭配那雙黑色涼鞋呢 是我前次淘寶買的 那款涼鞋我上次對它的評價是比較一般 那我這次要更新一下它的評價 我覺得它真的很不錯 因為我發現我這就是買到現在穿以來 我發現我非常的常穿它以外呢 它真的很耐穿不太會磨 因為其實我走路是會磨腳人 後面常常會磨到不見 但這雙真的是超耐磨的耶 然後下雨天穿也可以就完全不會壞 所以那雙涼鞋其實我還蠻推薦的 你們可以去上一支影片看一下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